霍尊东窗事发,霍尊的叔叔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发声 霍叔说霍尊是个很单纯的孩子,陈璐也不是坏人 事情之所以发展成这个样子,只是因为陈璐受到别人的利益 老将出马,一个顶两 叔叔就是叔叔,一出手就是杀招 虽然叔叔没有明说这个别人是谁 但是除了单纯的霍尊,不是坏人的陈璐,剩下的人还能是谁 于是,陈璐的闺蜜王蒙呼之欲出 陈璐每次发文,王蒙都会在第一时间转发病例 为了坚定陈璐的决心,王蒙甚至说了那句经典的台词 既然开锤,那就锤到底吧 如今,霍尊被锤翻在地,陈璐也落下个阴险恶毒的骂名 王蒙的粉丝却是蹭蹭地往上涨 有人说王蒙都开始短视频带货 欲放相争,渔翁得利 王蒙非但没有受到人的谴责 反而有不少人赠送王蒙一个中国好闺蜜的称号 网友称赞他不离夫妻,仗义直言,爱增分明 花里胡哨的成语一大堆 一时间王蒙化身成了奥特曼 专达霍尊这样的纯洁小怪兽 那么王蒙这摇旗呐喊 甚至有点煽风点火的好闺蜜 在霍尊陈璐事件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王蒙真的只是见自己的好朋友受了臭男人欺负 单纯地帮陈璐出口恶气了 首先,王蒙跟陈璐认识的时间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长 只有几个月而已 王蒙是名车魔 陈璐是有自己的舞蹈工作室 王蒙需要一名形体教练 二人一见如故 据说因为感情经历相似 二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话重点 认识时间短 但是同命相恋 按照霍尊一方的说法 他跟陈璐已经分手一年多了 可是王蒙今年加入了霍尊的粉丝团 还在五百二十放出或陈亲密的消息 王蒙甚至在与人互动的时候 已准伴娘自居 给人一种获尊陈璐即将结婚的错觉 明明已经分手 王蒙却故意制造结婚话题 之后就发生了九百万的协议事 让人很难不怀疑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 王蒙这么做 显然是经过陈璐默许 或者 这就是两人精心策划的杰作 二人肯定知道 拿到了护上群聊天截图 就相当于按住了霍尊的死穴 对于爱惜羽毛的霍尊来说 自己的名声就是自己的一切 当然 陈璐也没有那么简单 单单是那句现实十一分钟打给我 就知道这个女子不一般 只是不知道 陈璐当时说这话的时候 好闺蜜王蒙有没有在场 如果在 那么说明陈璐的闺蜜王蒙 才是真正的狠角色 九百万没拿到 五十八万陈璐是拿了的 这一点陈璐承认 陈璐还说 霍尊的律师警告他 这些钱够看他十年 面对陈璐多多逼人 霍尊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 急匆匆的退圈 并非是自己大度 实在是破于无奈 毒蛇在手 壮士断腕 由此可见 陈璐手中多半还有更大的王牌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是谁把护上群的聊天截图给的陈璐 陈璐又是用什么手段拿到的这些截图 有想法 咱们评论区见